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奥运跳水国宝全红蝉结束了澳门和香港的访团 目前已经随队回到了广东省 全美这阵子和全体奥运健儿们非常辛苦 她在巴黎奥运拿下两枚金牌 成为跳水队的团宠 在香港和澳门受到了群众的狂热喜爱 同时她获得奖金超过600多万 目前全红蝉已经回到广东 即将开始她回到老家的旅程 巴黎奥运结束 访港和访澳结束 全宝终于要回老家了 9月5日 全红蝉的妈妈在家中展开大扫除 哪怕天气再热 但全妈妈不辞辛苦 顶着高温将家里收拾打理一番 进行大扫除 仔细看 全妈妈在擦拭桌子和奖牌 这一块奖牌是全市宗亲送给全红蝉的牌子 在广东那边的分量可以说非常重 也难怪全妈妈将她擦得又擦 非常细心 讲台上面写着 东京奥运会 女子十米台跳水冠军 全红蝉 高雷莲穷正奉全市宗亲全员赠送 在农村 能获得全市宗亲赠送的奖牌 这是对全妹最高的鼓励 网友留言全红蝉的荣誉 朴实的家庭环境 映衬着金灿灿的讲台 全红蝉用实力诠释了什么是寒门出柜子 全宝要回家了 估计7号活动完成就能回家了 她也该回家了 别人都回去几次了 她目前还有任务没完成 5日 全红蝉参加广东省二沙体育训练中心的交流会 奥运冠军一起分享交流 全红蝉笑着听诗歌师姐们发言 家里的全妈妈已经做好了迎接女儿回家的准备 老家的村民们也准备着开始迎接村宝全红蝉 据透露 全红蝉的家庭环境一般 但土石接地气的全家人非常热情 女儿是奥运冠军 获得无数的殊荣 但她们全家人坚持不消费女儿 全红蝉家人如今有钱了 但她们坚持过以前土石接地气的生活 此次据说全红蝉的奖金高达600多万 这些奖金后续估计家人会拿出一部分做慈善 另外也会热情款待村民和亲戚 听说全红蝉的父亲也拒绝了不少所谓的亲戚和陌生人来借钱 甚至有张口就要借35万的人 全红蝉家人很懂得赚钱的不容易 她们默默坚持做自己 不消费女儿 反而是带动着村民做直播带货 带全村人走上致富之路 本来就朴实接地气的农民 因为女儿的成功 她们脱贫了 所以她们很懂得感恩与回馈社会 目前正在做带动村民发展的希望项目 做正能量的事情 全红蝉的大哥全静华努力学习直播带货 在妹妹带来的荣誉与成就的基础之上 全家人特别努力 满满的正能量 这边全红蝉宝贝为国争光做贡献 靠自己的实力拿到好成绩 家里全家人一起努力 努力积极做正能量的事情 太棒了 难怪全红蝉走到哪里都是受人喜爱的国宝 希望她继续创造更多的好成绩 继续努力 好样的全红蝉 全红蝉是目前体育圈的超级顶流 8月29日到9月2日 刚刚结束了防港澳的活动 全红蝉 王楚钦 陈一文等人 9月2日晚应该才抵达北京 9月3日全红蝉 李文问 王楚钦还在社媒上互动 IP显示还在北京 结果9月4日 全红蝉就回广州开展活动了 相信大家都知道 王楚钦与全红蝉的那个热搜 全红蝉在个人社没发王楚钦张嘴睡觉的丑照 王楚钦评论 不回北京了是18 这么大胆妹妹 这时候两人实际上都在北京 全红蝉的IP显示 她的确是跟随中国体育代表团回到了北京 北京时间9月4日上午 广东省二沙体育训练中心 举行了奥运健儿分享交流会 谢思义 全红蝉 汤姆涵 汪雪儿 欧玉山等运动员都参与了 换言之 全红蝉大概率是9月3日 就低调地从北京乘积返回广州 在分享会现场 主持人再度提到 全红蝉如何克服207C软肋 全红蝉已经不止一次 在公开场合谈这个话题 她的表情有些尴尬 随后说道 我觉得没什么诀窍吧 就练吧 克服紧张的办法就是要相信自己 展现训练的成果 最近被网上的一句话感动到了 全红蝉凭借一己之力 让体育圈超过了娱乐圈 蝉宝是怎么做到的 很简单 她身上的奥运冠军光环 开朗的性格 以及不拘小节的做法 带动了很多运动员 感动了广大网友 在中国奥运代表团访党期间 全红蝉多次上了热搜榜 就可见一斑 而且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她拿开朗 搞笑的性格 感染了其他人 如果是以往 奥运健儿出去访问的时候 都会很严肃 不苟言笑 很怕说错话 因此 运动员也不敢多说话 显得很拘谨 可蝉宝的行为 打破了固定俗成的看法 也打消了运动员的顾虑 蝉宝的卓越体育成就 带来巨大的影响力 蝉宝访岗期间 很多知名人士争相与她合影 特首见到她后 都要和她交流几句 特首还告诉蝉宝 她的太太也很喜欢看跳水比赛 也喜欢看蝉宝的水花消失数 跳水前辈郭晶晶很喜欢全红蝉 郭晶晶看到全红蝉后 喜欢得不得了 自然拉着小师妹合影了 蝉宝与郭晶晶合完影后 就走了 她还有很多活动 要参加了 这时郭晶晶的公公 郭晶晶站了起来 她喊了小泉 也想跟全红蝉合影 由于当时现场很吵 全红蝉没听到 往前走了 霍晶晶急了 赶紧拉了儿媳郭晶晶的手臂 要郭晶晶跟全红蝉说一下 霍晶晶什么地位 她为了和全红蝉合影 不得不找儿媳的关系了 郭晶晶喊出了全红蝉 霍晶晶才和全红蝉合影了 全红蝉在跳水领域 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和实力 并取得了耀眼的战绩 17岁的她 在两届奥运会 获得三枚金牌 成为中国体育界 在奥运会最年轻的三金王 这份荣耀无人能比 她自然能吸引很多人的注意 并得到应有的尊重 全红蝉非常年轻 由于不善言辞 有时会显得很羞涩 尤其是接受采访的时候 不过在这次赶奥行 全红蝉彻底放飞自我 她在接受采访时 已经不怯场 而且能流利地回应问答 全红蝉明显成长了 而且全红蝉成了 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搞笑担当 全红蝉长相乖巧 性格好 胸无诚服 想到什么就做什么 她会跟代表团的队员们开玩笑 也会做一些小恶作剧 模仿队员的肢体动作 烘托气氛 问题是 不管是有身份的嘉宾 还是普通市民 都能接受全红蝉的行为 那些娱乐明星 也成了全红蝉的粉丝 纷纷找全红蝉合影 这一刻 蝉宝才是顶级明星 运动员也从全红蝉那里 看到了一些新现象 原来运动员 也可以释放自己的天性 也可以哈哈大笑 也可以不拘小节 没有必要一直板着脸 担心出现错误 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想想国兵队员 夺惯了都不敢笑 就怕落下把柄 引人口舌 这次就不同了 他们在全红蝉的感染下 完全释放了自我 奉献了很多的搞笑名场面 这都要归功于全红蝉 国兵队员都与全红蝉的关系非常好 这可能是蝉宝打开了他们的心扉 敢于释放自我 他们应该感谢蝉宝 连年过六旬的离损指导 也被蝉宝改染 老年释放少年狂 多次哈哈大笑 这一次中国奥运代表团 港澳型的热度非常高 多次霸榜热搜榜 这里面绝对有全红蝉的功劳 网友才纷纷感叹 蝉宝以一己之力 带领体育圈干翻了娱乐圈 请不吝点赞 订阅